黎徐苑 今次介紹的黎徐苑單位 免值不夠300呎之餘 園積還有一個超級棘手的地方 這個單位原本是280呎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它的廚房在這個單位的中心 令到原本的客廳空間會少很多 房間的空間亦會相對少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最不好用的地方 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原則的廚房位置 我們的設計將廚房調去大門的隔離 造成開房式的廚房 同時將客廳的深度增加 令客廳的活動性更大 Oshu找我們當時 它最大的要求主要是 儲物空間 它想特別多一點 另外就是它用色方面 它們都想簡單為主 感覺上空間會比較溫暖 看上去簡約舒適的主人房 其實暗藏了大量儲物空間 這個全高的衣櫃 直落到地台底 掛大褲都沒問題 地台入面的空間 可以放置大量的雜物 連窗邊的位置都做了一個 連大行李行李箱都放得下的儲物櫃 至於分隔主人房和客廳的玻璃探門 原來都有細心位 上面的青玻璃 就是想將房間的陽光 引入到客廳 而下面的調節玻璃 就是想增加房間的私隱度 電視櫃的方面 其實它是連著衣櫃 是一組的組合櫃 中間有一個玻璃的飾櫃 去分解房間和客廳的位置 這個電視櫃原來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整個客廳的地台一樣用到盡 做儲物空間 這間屋的空間比較精緻 所以這張桌子是一物三用的 主要是化妝桌 飯桌和書桌 客廳和睡房位置的天花 都主要用了盒子燈 比較均勻和柔和的燈光 客廳的托門上面 就是一個大幅度的青玻璃 下面就是磨砂玻璃 主要想將光源帶入兩邊的空間 分隔廚房和客廳位置 可以兩邊出入 令到屋主更方便 廚房為何會選擇藍色呢 主要因為客廳和睡房位置 都是用木色和淺灰色為主 屋主都想令到這個空間比較跳脫 所以我們選擇藍色 令到這個空間看起來開心 廚房的背牆 我們會選擇了這個雲石磚 會易清潔一點 來過意大利 選擇了一個花光癌 和石英石的星盤 比起北手蓋就沒那麼容易花 我們在圓安位置做了一個鞋櫃 中間亦可以被屋主放一些散字 同時屋主亦有個要求 想做一個全身鏡 我們在這個鞋櫃裏面 也有一個隱藏式的全身鏡 這個地台除了一個頂截的儲物空間之外 旁邊也有一些櫃桶 同時亦可以被屋主坐在那裡 方便換鞋出門口 我們運用了地台和桌面 做了一個乾濕分離的效果 開房式的廚房地磚 我們選擇了一隻淺灰色 易清潔的桌面 延伸到廁所的長身 一體化一點